歡迎收看 命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敬辰 今天要來聊的是 算命好神奇 那當然啦 還是坐在路上 阿嬤上一直給我問說 會篤霖哥 你怎麼算命 到底準不準 要假問的 當然準 但是重點要一直提醒大家 找到對的老師跟正派的老師 對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很多事情你可以參考 但是不要過度迷信 對啊 他如果叫你躺衣服 叫你怎麼樣 要來 要把你搶 那都騙人的 好 來 歡迎我們幾位命題老師 首先歡迎我們的風水大師 陳冠宇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接下來歡迎周映君老師 老師好 好 接下來歡迎黃子龍老師 老師好 來 歡迎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玲玲老師 玲玲老師 大家好 好 來 接下來歡迎賴謙和 謙和 是謙和 阿妹啊 阿妹啊 來 謙和 謙和 你從幾歲的時候開始算 有第一次算命的經驗 我超愛算的 我從小時候媽媽自己在算 我在旁邊也要跟著問這樣子 我從以前就這樣了 就很想瞭解自己的 就很想瞭解 可是後來到了再大一點點的時候 就會自己去尋找 然後或者是聽人家講 然後就去 對啊 那你為什麼 譬如說我們算命都有一個小時候 我最近好像不順 或者我哪邊卡卡 我覺得在我人生最誇張 最瘋狂的一次是 我買了機票衝到泰國去 什麼叫買機票衝到泰國去 因為那時候 大家不是有一窩蜂 都說白龍王很厲害嗎 對 然後我又聽阿講說 白龍王是那種 不是每一個人都接見的 是 對 然後還有 你就算去那邊排隊了 也一定要拿得到號碼牌 你才能見到他 差不多100號 我不知道 而且反正那一次就很好笑 就是因為年紀小 然後那時候會想去的原因 是因為那時候跟翔哥在一起 常常就吵架 就什麼都不順 都弄得雞飛狗跳 明明家裡就只有兩個人 就弄得很不開心 然後就聽朋友說 白龍王很厲害 他只要提點你或幹嘛 摸一下你的頭 一切都好 那我想說好 再多錢 我都要去這樣子 於是乎我就去 去了你也不知道怎麼安排 到底白龍王在哪 我不知道 你沒有人帶 你就是自己去 沒有 恨恨的 那你怎麼去 你下了曼谷祭場怎麼去 我是有跟兩個女生朋友 然後後來是到了飯店之後 才知道你要有車 然後白龍王好像每一個禮拜 只接見一次 好像禮拜二還是禮拜九 我忘了 反正還好我去那店 剛剛好可以 然後重點來了 我們就問飯店的人 然後說我們要去看白龍王 然後他們說可以啊 你們有車嗎 沒車 它是在山上裡面 所以我們就趕快去租了一台車 那一台車大概一個晚上 上給八千塊台幣 什麼 太租八千 很貴 因為好 因為一般的小車都被租完了 然後現在留下來是大的VIP 你要不要 那你都已經來了 然後好 弄了車之後我們 因為它好像五點還六點 就開始發號碼牌對不對 那我們想要拿到號碼牌 所以就要早一點去 我們大概是十二點多 晚上我就去那裡牌了 你也太虔誠了 我是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我們差不多兩三點的時候要出發 因為你怕它前面 人家萬一它一點只拍一百張牌 你不知道一台車裡面幾十個 對啊 所以你就想說早一點去 結果我十二點多去 前面已經有第一輛了 我排第二台 我還不夠虔誠 那種氣氛 它在比較鄉下的地方 對 然後天還黑黑的 你看車牌的這樣 一大牌有大車 小車 然後車燈都開著 開得冷氣 然後所有人穿著白衣服 在那邊晃來晃去 就在那邊等京城 對 因為我那一次是 好 我已經排到也在那邊等了 可是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突然下大雨 下大雨大到就是外面積水這麼高 那你從十二點到早上五點六點 你難道不用去上廁所嗎 你知道嗎 就想上 結果你上廁所出去 是要走到一個涼亭 然後那涼亭大概你要走個 大概一分鐘左右 你看得到但是有一段距離 然後雨又大 已經又淹水了 就回來上車之後 我整個大發燒 我整個燒到早上六七點 對 可是我的朋友就說 天啊 你一定要忍住 你一定要忍住 這種叫做考驗 這白衡網在考驗 因為你不能去買藥 你車一轉頭 你回來就不用來了 真的 因為你在拿到 一百號的號碼牌之前 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排幾號 真的不知道 你只有在那邊看他大車 四十幾個人這樣 自己隨便就算 不知道有沒有 所以不能走啊 絕對不 所以我就真的讓他發燒 燒到拿到號碼牌 我眼睛都已經瞎了 我跟你講 我真的看不到東西 因為真的好像蠻嚴重的 後來我們拿到第三號 還是第四號 對 然後我們就三個女生 就跪在他就面前這樣 然後當然有個翻譯 然後就其他兩個女生朋友都問完了 然後就換我的時候 那白衡網看到我就一直笑 然後我就說你為什麼看著我笑 哎呦 你還發問啊 我不知道我看起來 他滿就是可以聊天的人 也沒有想太多 他就是很慈祥的儀略 然後他就問我 你有什麼問題 我說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我老公那麼不乖 他說你為什麼老是要辦警察抓小偷 我說蛤 我說什麼警察抓小偷 他說你就是個警察 他就是個小偷 你一直追他就一直跑 他就做一些你看不到的事情 那你是警察你就會想抓 我說廢話 我有爭議知氣 我當然要抓小偷啊 他就說你就是不能這樣子 對老公要睜一隻眼逼一隻眼 我說不可以這樣子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不然為什麼這世界上要有警察 他就被我講得有一點 只能一直笑 因為他跟我講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會去 可能年紀小吧 就會一直去反駁他 然後那時候白衡網剛好是 有一次是大病出獄 很嚴重那一次 後來又出來的那一段時間 對不過他真的是人很好 他就跟我講說謙恆你要改變個性 有的時候真的不要真的 世界不要只有黑跟白而已 他有其他顏色 而且他不是小偷 他是老公 對 我就說 而且話再講回來 你排三號 你知道後面還有97個人 真的 然後其實白王心裡面說 你該退下了 你97個覺得很氣你知道 前面那一位師姐 你才會問得跟你歇歇好 對 因為所有的人 後來我發現我離開之後 所有的人真的都是點點這樣 謝謝 真的 只有今天這位應職應急這樣 是 題目就是你去面試新工作 在等待的時候呢 忽然看見了熟悉的身影 也在這間辦公室上班 你覺得那個人是誰 直覺來選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大學同學 B的選項是舊情人 C的選項是親戚 B的選項是鄰居 直覺來選 你在這個面試的辦公室裡面 遇到了誰 B的選項是你 又兩個人是